好的 各位同学 那个那我们就现在两点啊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啊 是关于社会发展与税制转型 基本的这个思路呢 是想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税制改革 我现在这样子就是说同学们能听到吧 能不能通弹幕打一下 我确认一下啊 我好像看不到这个 好 我看到你同学发可以了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分享 就是这是也跟也是跟两会相关的一个主题啊 这是我今天大概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框架 我首先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说我们两会期间跟财税改革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 和一些基本的数据 然后呢 因为可能有一些同学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 就是财税啊 它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专业领域 当然但是它最终的结果 或者说它的社会影响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把这个大的背景 花比较短的时间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呢 我们会花一些时间介绍一下 我们国家现在总体的税制结构状况和改革的现状 尤其是我们的政府中央文件当中所谈到的六个主要的大税种的一个改革情况 最后呢 我们会根据现有的一个社会发展状况 对未来税制改革的变迁做一些展望 好吧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两会财政数据的速览 我看到有同学说能不能发一下PPT 可能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发 等那个讲完之后 如果有同学需要的话 我再通过团委再给大家分享吧 首先我看一下这个两会财政的数据速览 这一句话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这是我们这一次两会的一个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的原话 而具体的来说是怎么样的积极有为呢 首先我们看赤字率是你安排3.6% 也就是说财政赤字规模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 这个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 然后我们再看去年和今年的一个财政状况的话 会看到2019年我们的收入和支出都是增长的 但是呢明显支出增长要比收入更多 大家会看到我们这个收入的增长 这当然这里讲的是一般公共预算 我们中国其实大家如果了解的同学会知道 我们其实有四本预算 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般公共预算 那这一本预算呢 收入增长了3.8 而支出增长了8.1 所以由此会看到我们的支出增长 其实是高于收入增长的 而这呢体现的就是财政的压力 因为大家想一想也可以明白 如果你的支出增长总是快于收入增长 财政上显然会有压力 然后再看我们2020年的预算 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收入会下降5.3% 而支出呢相反还要再增长3.8% 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告诉我们 积极的财政政策 它的大的背景是越来越紧张的这种财政压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两会的报告当中 大家会看到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会看到 这些相关的描述关于财政支出的安排 也就是我们有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到过的 这个过紧日子这样的一个话语 具体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再看支出结构 就是这种过紧日子 比如说所有的支出都削减 就是从国家的角度大家会看到 我们会重点有保障的领域 大家现在如果关注两会的内容的话 也会听到相关的描述 比如说它关于基本民生支出是只增不减的 而重点领域的支出也是要切实保障的 而一般性的支出是要坚决压减的 尤其是严禁其他的那些扑张浪费的支出 好 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大家其实会发现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呢 但是我们削减支出的同时 是要有选择的去进行 我看到这个弹幕当中 有同学在问这个问题 我也可以就是说 在这个中间就跟他进行互动 就是有同学问过几日子 学校的教学课研是否会受到影响 这个如果从广义上讲 如果大家去看学校的财政或者预算的话 会发现不少高校的预算也是在削减的 所以从这个维度上讲 不少高校的预算总盘子也会一定程度上削减 但是具体是否会对教学和课研产生实质的影响 就要看你怎么花钱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过去我们学校的这个花钱上 还是有一些可以压减的空间 或者说有一些可以不花的地方 那么你把这个压减的空间 就把其他的那些非必须的 或者说非刚性的支出压减 那样尽可能的减少对教学科研的影响 这个可以从广义上 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现在我们各级政府都是 必须要真正过几日子 然后中央政府要带头 中央本级支出爱买负增长 然后其中非级区非刚性支出是压减50%以上 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大背景 外面好像有点吵 这一会应该就好了 好 那个到下面我们就 从现在这个两会的大背景 转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税制改革的总体情况 就是税制改革又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过去这40年的改革进程当中 其实财税改革在经济社会变迁背后 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然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呢 我们的社会结构其实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这个主要体现在收入和财富这个两个维度 我经常会跟同学去讲 开玩笑的说 我们以前会说我们中国是无产经济专政 无产阶级占多数 而现在如果你要从资产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有产的社会 也就是说大多数居民 尤其是这个家庭层面都有相当量的财富了 所以从这个维度上讲 你整个的这种社会的变迁背后 就意味着这个税机结构发生了变化 这个税机结构发生了变化之后 就导致原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很难真正起到调节资源分辨和维护 社会公平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 我后面还会跟大家去用一些详细的数据 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里我会简短的花一点时间 就梳理一下改革开放40年 中国财税制度的一个历史变迁过程 然后阐述财税改革 在我们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 以及规范现代税制当中的重要作用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现状是什么呢 有几个几组数据 第一个是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说到的 如果有同学关注我们这一次的两会的话 可能很多同学都看到这个新闻了 就是李克强总理当时答记者问时 他会他说到这样一句话 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人均年收入是三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一千元 然后有很多人就在讨论 这六亿人是怎么样算的 为什么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一千元 这其实有一些粗略的测算 其实可以算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人均收入 你比如说普通的 尤其是我们大量存在的这样一个群体 比如说农民工这个群体 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就是几千块钱 而他们家里的人口呢 加上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有五六个人 那样他这样一个大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可能都可以算到这个六亿人当中 就是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一千元 这样一个水平 从这个句话其实是说明 我们中国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口的收入不够高 就是还需要继续发展 然后又从另外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说的 就是林吉喆 他提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整个国家最新的资产负债表 表明我国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一千三百万亿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一千三百万亿是什么概念呢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每年的GDP 现在大概是一百万亿 就是去年是99万亿 就是接近一百万亿 那今年呢 如果有小幅增长的话 应该是超过一百万亿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总资产规模 大概是GDP的13倍 当然这个总资产规模当中 包括了一定的国有资产 那其他的部分呢 也有就私人部门的资产 那私人部门的资产 或者我们家庭层面的资产 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再去看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2019年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有一个关于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的一个调查 发现城镇居民家庭护均总资产是300万 而净资产也是289万 我看到有同学说这部分资产要收税 你说的太对了 我后面就会讲这个问题 所以从这几组数据 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口 是低收入群体 然后呢 我们中国的这个家庭层面 也有相当多的居民或者家庭 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 这是一个发展 长期这个我们中国的经济长期发展之后的一个积累 导致部分居民或者部分家庭积累了大量的资产 但是呢 同样也说明我们的发展 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这样一个现状 所以这样一个角度的话 其实我们后面就会讲到 我们现在的这种税制结构啊 已经不太适应这样新的税制结构了 为什么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这是一个国际机构的一个调查 它是针对全球的 这句话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说想要达到2018年 全球成年人的财富排名前50% 到底需要多少财产 大家注意的是 这里是指净资产 也就是说你的净财富达到多少 你就可以比全球成年人 这个一半都要更富有 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说 但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提示什么呢 全球成年人 除去这个未成年人以外呢 大概有50亿 那50亿你需要多少财产 可以排到前50%呢 其实大家可以猜一猜 当然这里面我可能 我就不给大家很多的时间 就是慢慢猜了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样一个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瑞幸 这样一个国际机构 它做的一个调查 得到的结果是 净资产是4200美元 也就是说 整个全世界500亿成年人当中 有50%的人 他们的净资产是不到 大概3万元人民币的 3万元人民币 就是那4200美元吧 大概是3万元人民币 所以大家如果去对应的 想我们中国 其实大家会发现 我们中国已经有相当量的家庭 或者居民个人净资产 超过了这样一个水平 当然了 如果你再去看 其他的这个百分位 就是进入前10% 这个门槛就要到9万多美元 当然这个9万多美元 大家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是多少呢 我们就按7算 7963 大概60到70万人民币 这样的样子 而前1%呢 是87万美元 87万美元 就是我们按7963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600万人民币 所以大家看这个统计 其实会发现 即使前1%的话 我们的房产的这个价值 600万人民币 超过600万人民币的这个家庭 其实也已经不在少数了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一部分家庭的净资产 达到了世界前1%这样的水平 但是就像刚才有同学提到的 就像刚才有同学提到的 这一部分资产 实际上是在税制体系之外的 就是没有纳入税制体系之内 所以在税制结构的角度讲 这部分资产还没有被真正开始征税 好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 去展示了我们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家庭层面 大家注意啊 这个资产是指家庭层面 就是说是私人层面的 不是指国有资产 就是说私人层面的资产 中间这张线呢 是50%的这条线 大家会看到横轴是什么呢 横轴就是我们的净资产 所占所处的这个百分位 也就是说 我们的你的每一个成年人 你的净资产在世界上的百分位是多少 然后这个纵轴呢 纵轴是人口 人口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们中国已经有相当部分的人口 他的净资产在世界的这个前50% 也就是超过了50% 大家会发现 我们如果按全中国人口说的话 也就只有少部分人口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少部分人口 在50%以下 那大家如果去看不同的这个地区 大家会看见什么呢 北美 你看北美的地区 欧洲 他们是大部分人口是更加富有 所以处在这个更加高的百分位 但是北美还是有极少数人口 在这个极度贫困状态 也就是说这种贫困当然是从净资产的角度 也就是说在全球层面 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当时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还看到一个什么规律呢 如果大家看这个图形的形态的话 会发现什么呢 发现我们中国 我们以前经常说 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个社会状态呢 是说比较少的穷人 比较少的富人 然后比较大的一个中产阶级 也就是说中间比较大 我们经常说一个仿锤形的社会 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形态 那大家如果看这张图 我当时也是一个惊讶的发现 一个仿锤形 或者有同学说的橄榄形 我们中国现在的家庭层面的资产 恰恰是这样一个形态 就是一个仿锤形 就是比较少的富人 比较少的穷人 然后大部分是在中间 但是如果你现在看北美 欧洲 他们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仿锤形了 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个命题 也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问题 就是说这些发达国家 你可以认为他们的中产阶级 其实在逐步消失 就是说这些消失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会发生 他们去哪里了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 我通过这里是想说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我们居民层面也已经积累了 相当层次的财富体量 而这一部分财富 暂时还不在税制体系之内 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下面就开始讲这个问题 我们下面去看一下 花一点时间讲一下 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怎样的 我看一下时间 好 后面我稍微加快一点速度 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 我们首先讲一下基本的这种税制结构的划分 如果有不是这个专业的同学 可能对税种觉得不是很了解 当然也有人会说 我们中国税种很杂很乱 有很多种税 然后我们中国的税负很高 税负的痛苦指数 也是在世界上排得上的 有这样一些观点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去说我们中国的税制体系 或者说其他国家的税制体系 就是从理论上讲 我认为就是尽量把它讲的这个 从口语化的角度跟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说不管一个国家 它多少种税 有的人说我们中国有100多种 也有人说我们把小的加起来 甚至有200种300种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从税制的理论的角度讲 不管一个国家一共有多少种税 你都可以把税分成三大类 当然这是一种分法 也有其他的分法 这三大类就是流转税 所得税和财产税 那这种分类方法呢 是从税基的角度 比如说流转税 在中国主要包括政治税 消费税等等 这种税呢 就是在流转环节 在交易环节 以及一些行为税 比如说你买车 有一个车辆购置税 也可以算到这个流转税当中 也就是只要你在交易环节的 这些税 也有同学说 其实这些税都属于间接税 也就是说这些税 大部分是问企业收的 但是企业呢 最终当然也会转嫁一部分给消费者 那第二类就是所得税 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 那第三类呢 就是财产税 如果我们从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来看 我们中国的流转税为主 大概占到65% 而所得税呢 只占30% 而且这个30%当中 我们说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这个30%当中企业所得税 大概占到22% 就是2018年的数据啊 个人所得税呢 只有8% 所以从这个维度 大家如果 我让大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 如果结合这样的数据 去看我们的间接税和直接税的话 直接税我们一般认为 所得税是直接税 财产税是直接税 那我们的直接税显然相对是小众 主体是流转税 是间接税 那再从个人和企业的层面来看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中国的税 大部分都是企业在交 流转税基本上全部是企业在交 当然最后税负是谁承担 这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啊 那所得税呢 企业所得税占主体 所以从这些维度去看 我们中国的税制 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 且主要是企业层面在交 个人交的比较少 那财产税 大家看这个比例其实会发现 我说它是基本缺失 为什么基本缺失呢 就是不能说我们中国没有财产税 但是我们中国的财产税 从体量上 从税制的结构上 相对来说还很不完善 如果我们对比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的这种财富结构的话 更是如此 就是说比如居民财富 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体量 但是实际上还没有纳入 税制体系以内 那我们这里是为什么说基本缺失呢 比如说如果问同学们 我们中国有没有财产税呢 实际上你要严格的讲 其实上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房产 商业的和工业的房产 是要交税的 这个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财产税 而且它是每年都交的 还有另外一个涉及到 每一个家庭的财产税是什么呢 是车传税 车传税 也就是说每个家庭如果你有车的话 你其实每年都是在交车传税的 但是这个体量啊 其实是很小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家庭层面的财富 显然主要不是在车上面 而主要在房产上面 后面 如果有机会 也会跟大家再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在这个基本的框架以下呢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从中央政府层面啊 或者从这个社会啊 从政府层面都出台了相应的 一些未来的改革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我们19届四中全会 当时就提到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下的 优化政府间市权和财权的 这种划分 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 市权支出责任和财力 相适应的制度 这里因为我今天主要讲税制 就不跟大家展开讲这方面了 那其基本的这个 大的这个图景是什么呢 就是在现代的这种税制结构下 我们的税主要有企业在交 所以企业的税负相对来说比较重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要提倡 减税降费的这个原因 也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企业说 我们中国的税负太重了 所以要到美国去投资建厂 就是我们的那个曹德旺 建造车的玻璃的这样一个厂商 大家如果听说过的话 或者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他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建厂的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在两会之前呢 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 叫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其中也提到稳妥推进 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健全地方税体系 调整完善地方税制培育壮大 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 地方税管理权 所以现在的大的图景 我跟大家稍微的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税制结构 是以间接税为主 主要是企业在交 然后从三大类税种来看 主要是流转税 然后有一部分个人所得税 然后财产税相对来说缺失 或者不完善 那里面可能好像是有录音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然后那我们下面 我再用简短的一点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改革开放 40年以来的这个财税改革的发展 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时间关系 这个过程我可能就跟大家 简短的说明一下 这个基本的过程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张图 其实会发现 就是这个表里的信息 我们大概可以将我们新中国这个财政体制改革的这个历史演变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把它叫做统收统治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说地方啊 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自主权 收入和支出都是由中央统一调配 这也是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 在计划经济下 这个收入支出的这种安排 然后呢 改革开放之后 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以及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所以采用了财政包干制度 所谓的财政包干制度 就是说我们地方政府 这个地方政府主要是指省 及省以下的政府 地方政府获得的这个财政收入 只要按协定的一定的比例 或者一个定额交给中央 那剩下的呢 就全部留给地方 也就是我们叫包干制 这样包干制呢 就极大的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和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但是随着时间的退移 到了93 或者我们说90年代初吧 那时候就中央政府发现财政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甚至连发放中央公务员的工资 都成为问题 然后中央的收入明显不够 然后中央甚至需要 向一些富裕的省份去借钱 比如说当时的广东 上海江苏 都要向他们去借钱 但是如果整个的这种税制的 这个财税体系不变化的话 你中央借钱显然还是还不了的 因为你这个获得的部分一直就比较低 虽然我有同学提到这里的王少光和胡安刚 就当时他们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国家能力报告 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开始的这样一个分税制改革 细节呢 我这里就不讲了 然后从分税制改革之后呢 我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那分税制改革 它基本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把收入权限上收 就是说因为中央的收入实在是比例太少 收入权限上收 但是支出权限呢 并没有上收很多 所以最后这一次的分税制改革 基本上确立这三个内容 就是说按照中央地方政府的市权划分 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 但是这个支出范围呢 地方政府仍然支出占比较大的大头 那第二是根据市权和裁权相结合 将税种划分成三大类 就是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 第三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裁税中国的这个 新中国的这种裁税制度 大概分成这三个阶段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大概这样看 就是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一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前 从改革开放到分税制改革是一个阶段 从分税制改革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成是第三个阶段 因为尽管分税制改革之后 不同的税种都有一些相应的改革或者修订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当前的整个税制体系仍然基本延续了分税制改革之后的一个基本架构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以间接税为主 以这个流转税为主 然后财产税相对缺失 那大家其实会发现 现在这样一个税制结构早就改变了 好 这里是几张图 我快速的跟大家过一下 就是大家会发现 第一个这个蓝色的线的比重 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在改革开放之后 到分税制改革之前一直下降 所以当时分税制改革 其实是有两大目标 叫两个比重的提高 哪两个比重呢 一个就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就是这条蓝色的线 第二个比重就是中央的收入 占全国的总的收入的比重 那大家会发现 这两个比重确实在分税制改革之后 得到了逐步上升 但是这样一个改革 也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那大家会发现 我们左边这张图是财政收入分布的图 右边这张图呢 是财政支出分布的图 都是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 也就是从收入的角度来讲 我们地方和中央大概各占50% 就分税制改革之后 但是支出呢 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在支出 大家会看到我们近年来 大概地方政府的支出 这才只是一般公共预算 占到85% 如果算上政府资金预算 那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就更高了 所以这当中就产生了一个差额 就是说比如说地方政府来说 它收入只占了50% 而支出占了85% 这中间就有35%的支出的差额 这个差额怎么来了 就来自于转移支付 那如果这个转移支付体量过大呢 就一定程度上会产生一些问题 包括寻租啊等等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比如说大家看到一个电视剧 叫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里面 比如说一个中央 某一个部门的一个处长 他为什么就能贪污到这么多钱呢 其实在那个背景下 就是因为他有很大的 转移支付的这个权限 然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些寻租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讲 这是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这个分布 就会发现 地方政府实际上支出的这个份额比较多 但是收入不足 所以呢需要过度依赖于转移支付 另外呢还过度依赖于土地出让金 这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最终的改革康 改革方向是要将财权和税 财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 也就是说你的支出需要这么大 你应该要有相应的收入的自主权 这样的才是一种效率比较高的一种分配方式 好 所以这个分税制改革之后 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收入比较集中 支出呢就分权 它就导致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抹去了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地方财力紧缺 导致地方政府寻求额外的收入 所以产生了现在过度依赖 土地出让金的现象 然后第三点就是收入和支出的分配 导致财权和市权的不匹配 从而进一步导致上级政府将事权事则下矣 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力短缺 所以现在如果从财政的维度讲 我们看中国不同的这个层级的政府的话 大致是什么呢 就是层级越低的政府 财力越紧缺 因为我们的这个单一制的体系下 高层级的政府可以把支出责任下矣 但是呢它没有提供足够的收入的权限 所以就会导致低层级的政府 他要做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他的财政收入或者收入的权限不够 好 所以从中央层面呢 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逐步的出台了相关的文件 来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 这里面我也就不一一说了 感兴趣的同学就可以自己去查询 这些这个政府文件 都是针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 以及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问题 好 下面我们再花些时间看一下我们税制结构 现代国家之理 这个基本的情况 我刚才给大家提到过 我们从国家层面啊 现在有六大税种 是一个改革重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哪六大税种呢 这其实是2014年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当中 决定的这六大税种 其中提到了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 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当然这是从这个全局层面 这个文件从财税改革的角度来讲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它提出了 它其中除了这个关于税的改革之外 它其实把财政领域三个大的方面的改革方向 都进行了比较一个大的高屋建林的指导 包括那个税制改革是讲的收入 以及预算的改革讲的支出 还有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 就这三大方面 好这里提到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 就是增值税 消费税 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 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 这其中提到的这六大税种 那如果我们看现在的改革进程呢 我刚才说 这六大税种提出来是2014年提的 那现在的改革怎么样呢 实际上如果大家去看 如果关注了我们中国的各个税种的改革的话 其实会发现 我们有五大税种都已经进行了相对实质性的改革了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税有银改增 银业税改政治税 我们消费税 现在最近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大的改革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别的开政环节后移 那资源税环保税更是我们最近刚刚出台了 比较重要的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改革 个人所得税是2018年出台了一个新的个人所得税法 就是说对原来的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比较大的修订 改革还比较大 那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些税种 就剩下房地产税没有进行比较大的改革 或者说它的改革推进相对比较慢 当然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有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担心 就是说政府也担心如果开成房地产税的话 对房地产市场影响会不会比较大 那另外房地产税是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千家万户 涉及的面非常广 所以从政府层面来说 推进这项改革就需要更加小心和谨慎 好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 对于税的总结会发现 就是我国的税制结构 相对来说是严重失衡的 就是商品税等间接税比例比较高 而所得税等直接税比例偏低 那我们下面要怎么样改革呢 好我再看我看一下时间 我已经35分钟了 那我后面稍微再加快一点速度把这里 关于财政收入的构成和各个税种的比重 这是一个对以前的数据的一个梳理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张图就是我们刚才把所有的税种 汇种成三大类税种所做的一个计算 那大家从这张图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的国内政治税消费税 还有营业税 当然营业税已经是零了 因为营改增了嘛 就是说流转税沾主体 然后所得税呢 大概30%就这里的22% 这样8.9% 然后主要是写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很少 好这里我就不跟大家去详细说了 然后再跟美国进行一些比较 大家其实会发现 美国刚好是这三大类税种 然后这里我就简单的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美国呢 它是三个税种为主 主要就是所得税 销售税和房地产税 而它主要是这些税三大税种之中呢 最主要的是所得税 所得税 当然这里被这个弹幕挡住了 所得税是占到60% 然后销售税是占20% 房地产税大概占13.5% 这是整个国家层面的一个税制结构 而美国的它所得税里面 80%是个人所得税 所以大家其实会发现 如果我们中国跟美国的税制来对比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 它的这样一个税制相对来说 就是以直接税为主的 而且是个人的税负为主的 所以我们最近的现在的这个 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啊 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这些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为如果其他国家对企业减税了 那我们中国的企业没有减税的话 那其实它因为现在的企业的竞争 都是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也需要减税降费 当然这个减税对企业的 那我们如果在联系我们刚才说的财政压力的话 其实大家会发现 你给企业减税了 那收入就要下降 而支出呢 又有很多刚性支出是难以下降的 所以这就导致财政压力加大 那财政压力加大了之后 那你就需要对税制进行改革 那为什么企业的税负这么重呢 从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税制结构 跟现在的税计结构不匹配 就我后面也会讲到 未来的改革方向 就是说你如果要给企业减税 还要让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下降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对个人增税了 因为一个国家 它其实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它也你不要看国家 好像政府财政收入很多 但实际上它要花钱的地方更多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要让一个国家的这个财政体系 能够可持续的话 你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税制体系的 那在现在中国这个情况下 过多的依赖企业征税 就导致企业的税负过重 那你企业减税的话 那就需要对个人征税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所以在总体的改革方向呢 就是在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 一个当前阶段 税制结构的完善和地方主体的税种培育 是建立现代税制体系的一个核心要义 有同学说我们国家现在对个人的税 其实也不少 这个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对企业交的税 有很大一部分也转移到了个人身上 所以你会觉得我们个人其实交的税也不少 但是呢 这个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调整过程了 就如果你增加个人层面的税负 那企业降税了之后呢 那企业的这个产品 它更有竞争力 那产品的这个价格 也是可以在税负的调整上 被体现出来的 这里关于中国未来税收收入 在不同这种层级的这种划分的设想 我这里就不跟大家详细展开了 所以从未来变迁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 这三大类税种的角度来讲 以公民资产增长为代表的社会基础变革 经济增速下行背景下的结构转型 以及财政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 是正在发生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变革 所以在这些背景下 再结合我们刚才说的六大类税种 实际上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房地产生改革 将是未来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当然个人所得税改革呢 也现在已经做了一部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从占比重来说 其实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占比并不高 当然也有人说 我们个人所得税实际上 还存在很多改进的空间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 包括国外其实也是这样 它存在比较大的避税空间 就是最终交税的人 实际上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就很富的富人 实际上个人所得税 并没有收到他们很多钱 好 那房地产税呢 就是财产税的角度来说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 我们大量的财产 实际上 如果我们看财产的分布比例的话 大家其实会发现 我们中国家庭层面的财产 有这么多财产 对吧 这些财产当中 接近70%是房产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财产税的改革 实际上重要的一块 就是房地产税的改革 然后这里我再简单说一下 几个代表的意见 简单汇总一下 代表的意见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企业 是需要减税的 而个人所得税呢 编辑税率也比较高 是需要下降的 然后大家会看到 董明珠说我们的起征点 太低了 也需要提高的 然后在下面这样一个 这个董事长叫聂彭举 他也认为企业的所得税比例 应该下降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 包括结合我刚才提到的 大家其实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呼声 是要对企业减税 对个人所得税呢 税付也不能过高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啊 还有经济下行的这种背景下 其实这个财政压力是很大的 企业的压力很大 所以大家 我这样说吧 就是在这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 这个压力 它是有个传导机制的 总要有人来承担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到底谁来承担 如果企业不承担 那企业也就是说企业降压 就是给他减税 那给他减税 马上就会体现到 政府的财政上 政府的财政压力 那政府的财政压力 怎么消化呢 那我们刚才 再回到我们三大类税种 流转税 所得税和财产税 它的财政压力 其实如果最终你去看的话 最终啊 解决方案 可能是要到财产税 这个维度上来 好 这里我再花一点时间 讲一下 我们从朝代变迁的财政视角 来讲一下这个 朝代变迁的过程 来讲税制结构 或者说什么样的税制结构 才是一个好的税制结构 这样一个财政视角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比如说 就是基本的这个书里 会发现什么 就是唐宋元明清这几朝 乃至前朝 它的土地和税制制度 有一个共同特点 因为这些朝代啊 他们当时这个商品经济不发达 所以他们的税主要是来源于土地 也就是说税基 主要来源于土地 所以大致会发现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 历朝建立之初啊 土地分配啊 还有税制政属管理 都是相对公平的 因为大家都有土地 然后对土地赠税 所以大家都在交税 但是到了朝代中期 会发现土地集中成都加剧 很多特权阶级和大地主 拥有了很多的土地 但是呢 他们同时有一定的这个比较大的权力 或者说可以跟统治阶级 有一个谈判的能力 所以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 或者隐瞒土地 或者说跟统治阶级 类似就是说有一个相关的这种 我不交税的类似的协定 这样子呢 就会导致什么呢 这一部分阶层他们有大量的土地 也就是说大量的税积在他们名下 但是他们隐瞒土地 逃税 我刚才说过 你大地主或者特权阶级 你不交税 而政府的支出不下降的话 那你不交税 他就要交 所以这样就会导致普通的农民 普通的有土地的小地主 或者小的这个普通的穷人 他们的税负反而变重了 所以到了朝代末年呢 就会导致大地主阶级税负 逃税 隐瞒土地 结果呢 这些普通人的税负过高 这样子的话 就会导致这部分人 我们之后是经常听到的 所谓的瞌睡猛一虎 那这部分人就开始起义了 比如说最后的这个一个朝代 从建立之书到中期 到最后的这样一个动荡的过程了 如果你要从财政视角去看的话 也会看到一个这样的这个税机变化的过程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 我讲这一点 其实是怎样讲 什么样的税制体系 才是一个好的税制体系 一个好的税制结构 其实应该是从流转 从收入 就是所得 以及财产的角度 就是说让不同的人都在承担税负 这样的话呢 会使得大家的税负都相对来说不过重 而且这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效率损失也相对较低 那你如果有一部分人脱离于税制体系之外 就必然使得现在正在交税的人 他的税负过重 这其实对一个社会的稳定 以及经济效率 以及公平的角度都是不利的 好 这是我们说从中国历史的角度 实际上如果你看国外的历史 其实也会发现一个类似的现象 比如说法国当时是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你会看到当时18世纪 英法两国的税率相差非常大 英国呢是民主国家 税法很公平 人人都要交税 然后英国政府呢 当时才有财力搞公共事业 而法国呢税率很低 但是呢非常不公平 他就类似于我们刚才讲的 中国的这种封建 朝代的这种末期 比如贵族教室阶层 几乎不用交税 他们不交税呢 就必然使得普通人的税幅过高 所以法国政府呢 财政也比较困难 因为大量的税级脱离于税制体系之外 所以当他一心故意要提高税率的时候 大革命就爆发了 直接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这当中其实是体现了财税体系啊 或者财税制度 在一个国家治理背后 它的重要作用 这张图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现在再回到这张图的目的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从中国的社会发展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社会发展 与税制转型嘛 就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到今天 如果你要从税机结构的角度来讲 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家庭层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而这部分财富呢 现在是脱离于税制体系之外 那也这造成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企业税负过高 或者说我们说中国的税制体系不合理 有一定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部分这个税机啊 跟我们的税制体系不匹配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们的改革开放 这个不是改革开放啊 我们的这个改革的趋势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改革是个税制 实际上也是比较明显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推进财产税改革 让中国的税制是这三大的税种 相辅相成的一个税制体系 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机构 对于全球的这个财富进行的一些统计 其实各种各样的统计啊 都说明什么 都说明一点 就是中国的家庭部门 或者说居民部门 都已经积累了相当量的财富了 而这部分财富呢 还没有被收税 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啊 这个这张图是类似刚才的图 只是它是收入 其实大家会看到 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或者变化过程是什么 就是90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收入啊 这是50%的线嘛 就是大部分中国人 在90年代的时候啊 大部分中国人的收入 还是处于世界的这个后50%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 大部分人收入都比较低 高收入很少很少 但是到了2016年 大家会看到这个图的变化 看到我们很多中国的居民 在收入层面已经到了世界的这个前50%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相对来说收入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刚才最开始看到的是 我们总理在答记者问当中提到的 我们还有相当部分的这个居民收入比较低 但如果我们比较收入和财富会发现 财富层面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要更高一些 就是说财富在后50%的人要更少 好这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 对于家庭层面资产的一个负债调查 有很多细节 大家如果感兴趣 这个网上有相关的文章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这里我们就不说了 基本的信息就是 护军总资产已经300多万 当然这个有人质疑 这个中国这个调查的这个结论啊 是因为他的家庭啊 计算方法跟一般的有些调查不太一样 比如说他会把你这个家庭 如果有成年的子女 那如果这个子女 他跟父母 其实算到一个家庭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子女 或者是父母有罚 他也把这个子女算作有罚 但有很多调查 他是把它分开算的 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但是基本的这个大的背景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居民层面 已经有比较大量的财富 而且住房呢占比比较高 这是一些基本的细节 就不同的从高到低的这个排列 然后不同的省份 其实有比较大的差异 当然这跟房价和经济发展水平 都有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最终 基本的结论啊 也就是说我们从智力现代化的角度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质体系 是一个好的体系 就结合我们刚才所有讲的内容 就汇总到这张PPT上 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 什么样的税制体系 要建立的是流转税 所得税 财产税 这三大税种相辅相成 而且是以直接税为主 直接税与间接税相结合 然后对个人征税 和对企业征税相结合 这是最终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 税制体系 或者税制结构 所要达到的这个终点 结合这个结论呢 所以我们中国要建立现代税制体系 完善税制结构的话 就需要加强针对个人的 直接税体系建设 推进财产税的建设和完善 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 我要讲的一个基本的图景 或者结论吧 好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面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我们时间已经不太 就时间也不是很多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因为同学们 刚才有个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中国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一个税制体系 我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 其实这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系 就是现在这个税制体系是适合之前的这样一个税制 税制结构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刚才说 现在的整个的这个税制大的框架体系 实际上是延续了我们分税制改革之后的这样一个模式的 你比如说我们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 大部分人收入其实不高 所以所得税呢 实际上挣不了多少 然后再看财产税 那个时候大部分居民其实是没有财产的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财产税 它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主要以流转税为主 那另外呢 为什么主要对企业征税呢 因为从征管的角度来讲 对企业征税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 也就是说企业它可追踪 然后呢征管成本比较低 然后呢你企业的这个数量 毕竟比个人比居民要少得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那我们在当时的征管条件下 我们的治理的这种体系下 我们采用这样的税制结构 它是合理的 或者说它是符合当时的 整个的这个税制 或者说整个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状况 但是随着实践的推移 我们刚才讲 随着实践的推移 如果你看税机的话 我们财产税这一块的税机 如果你仅看家庭层面积累的资产 它已经达到了GDP的两倍或者以上 当然根据不同的统计不一样 那这一部分税机啊 没有拿入到税制体系内 就会导致其他的人 或者说正在交税的这些群体 它的税负过重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交所的税的 那些工薪阶层 也觉得我们所的税其实不低了 而企业呢 它是征税的主力 交税的主力 他们也觉得我们中国的税负很高 在中国的运营成本高 那你如果要对企业减税降费的话 那你就面临了财产的压力 所以这两者要平衡的话 就需要对财产税 考虑这部分财产 征税 当然了 这个对财产征税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刚才讲 这个怎么说呢 对财产就是说我们 涉及到每一个家庭 然后关于税种呢 我可以跟大家再稍微 因为还有大概有四五分钟时间 就是关于税啊 其实有一句话叫做 可能有如果听过我讲课的同学 可能听到过 我经常引用这句话 是说人生在世 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 就是死亡和税收 那这样 之所以这样说 其实就是说没有人喜欢被交税 那没有人喜欢交税的话 那财产就涉及到每一个人 所以他改革的阻力 其实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你如果从一个税基结构 和税制体系完善的角度 对是富兰克林说的 有同学说了 如果你要从税制体系完善的角度来讲 又必须要 让每一个人 再交税 或者说让大家共同 相对公平的来承担税付 这样子的话 可以使得 大家的税数负担都不过重 然后呢 能够达到效率与公平的一种平衡 然后有人说 对个人财富征税 会不会让个人负担 雪上加霜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所以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讲 要推进这种财产税的改革的话 我刚才说 有一个重要的维度 就是房地产税 因为我这几年研究房地产税比较多 当然除了房地产税 除了财产税 就是财产税下面还有遗产税了 遗产税应该是要更往后的 也就是说 财产税的改革 它从推进的角度来讲 它刚开始肯定要设立一定的减免 也就是说 让真正生活还存在压力的 这一部分群体 要不交税 或者是少交税 就是尽量给低收入群体 不增加负担 因为我们刚才讲 其实中国 它发展到今天 我们看北京上海 已经很像发达国家了 但是还有大量的西部的 这个居民群体 他们收入上 并不宽裕 财富上也没有什么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你在财产税的设计上 那就非常重要 你要怎么样设计 才能让需要交税 或者应该交税的人 真正在交税 然后呢 又能让真正负担比较重的人 或者说有一部分群体 他们暂时少交税 或者不交税 那当然随着时间的退移 如果你的财富比较多了 那你就应该被交税 当然这个就涉及到 这个具体的税制要素设计 今天就没有时间 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了 有同学问直接税和间接税 是什么意思 我简单说一下 间接税 或直接税 它的意思是说 间接税的话 那我们是从谁在交税 以及谁承担税收负担的角度 就是说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说对企业 真的税 往往是间接税呢 是因为企业虽然负责交税 但是呢 最终企业还是会把这个税负 转嫁到消费者 消费的产品的价格上 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 也就是说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 可以转嫁税负的税 就是间接税 而不可以转嫁税负的税 比如说你无法转嫁 你只能自己承担的 这样一部分税 是直接税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概念来理解 你可以把流转税 看成是间接税 而所得税和财产税 看成是直接税 然后有同学问 税质失衡怎么理解 其实就是从我们讲的 税基的结构 和现在的这种税质的结构 来理解 如果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三大类税种 就是流转 所得和财产 那流转税的税基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我们市场上的交易 买卖等等 那这个税基你可以把它看成 跟GDP是直接挂钩的 而所得税就是我们的所得 而财产就是你的存量的财富 好 有人说个人税高了 买东西就少了 这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要看个人什么税高了 为什么我们要说对财产征税呢 但我们时间已经三点钟了 我再稍微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对财产征税 实际上有多个维度 多个维路了 一个维度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税制体系的完善了 那另外一个维度实际上是从 促进这个社会的资产流动来讲的 因为如果一个群体 它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然后这个财富不被征税的话 这个财富有可能就 它又可以放在那一直不动 但是呢 如果对这个存量财富征税 它相当于增加了持有成本 增加了持有成本之后 就会促进它将这部分资产 把它用起来 这个从这个维度来讲 它其实是提高了这个资本的流动 然后提高了经济效率 因为这位同学说的 个人税高了买东西就少 其实是主要是从收入的角度来讲 因为你对财产征税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 对二次分配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我们从分配的角度 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 为什么要有流转所得和财产 就是说这些税都要有 就是从分配的角度 因为如果你没有财产税 只有所得税 大家想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实收入 比如说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上 就是有这样一部分人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 但是他有大量的房子存在那里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只有所得税 没有财产税的话 你是无法对于财富的分布进行调节的 也就是说你无法对财富的分配进行调节 因为如果你没有财产税 而这样一部分人呢 他可能不工作 或者说他做一个普通的工作 他所得税基本不用交 然后呢 消费的角度呢 他可能消费也不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他财富的分布就无法调节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在学校里可以见面 到时候再讨论 好 也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那我把这个 停止直播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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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